欢迎您继续收看焦点 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这位华语女士界派走的传续人生 邵义夫1907年在浙江省国出生 原名邵仁愣 因为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 所以后来在影视界被尊称为女叔 邵佳几代都是生意人 邵义夫的大哥在上海创办天一电影公司 闯入当时还在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1920年代邵佳二哥到香港开电影场 而三哥邵仁美就带着年轻的邵义夫到南洋来闯天下 他赚钱就来了 二世代来 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很辛苦的 他背着一个相机啊 一个古老的搬影机啊 去到乡下 去到马来西亚 自己去搬 自己卖票 这两个人做打出了天下了 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他们的制片厂也生产了一系列的很重要的马来电影 所以当我们讲到新加坡的电影黄金时期的时候 我们习惯会说是50年代 在这个黄金时期 那么这个黄金时期 有后面的其中的一个推销 其实是邵义夫先生 邵氏兄弟也不断尝试新的技术 1932年 邵义夫远赴美国购买有声摄影机 我们下转了一遍